200QA 電風扇快要200萬訂閱了 不是是200訂閱了 所以我們之前就做一個200QA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些問題有哪些嗎 200QA 請問為什麼會想要創立電風扇 為什麼會想要創立電風扇呢 因為就是我們有一個彈性的課程 那我們就是做類似一個微電影 那我們就想說把它上傳到YouTube上去 那這樣呢可能就有更多人看 然後也可以保留下我們的黑歷史 對 200QA 為什麼電風扇的影片都那麼廢 因為有人要看 200QA 為什麼想要拍影片 因為覺得很有趣 然後還有這些就是可以叫同學去 可以裝逼 對可以裝逼 然後可以去同學去叫跳在那個草地裡面 光綠一天使 200QA 所有全班的一句感言 呃就是 謝謝你們這樣 我們有人可以訪問 200QA 電風扇全體員工 回到學校想對柏島做什麼 下一題 你給他們擺QA 沒關係 對柏島的一句話 好我幫你比一下好了 現在 你們都最怕什麼 我問你們問一到你就知道了 一次都沒有準備 你給他們擺QA 可以多拍MARDI的影片嗎 好啊 我幫你擺QA 我幫你擺QA 你給他們擺QA 你給他們擺QA 我椅子好玩嗎 不好玩 你給他們擺QA 你給他們擺QA 我椅子好玩嗎 你媽弟好玩嗎 請說出30句以上的心得 不好玩 不好玩 屁耶你根本就沒有媽過啊 不好玩 你根本沒有媽過 不好玩 30句 欸你入鏡了啦 那個 你給他們擺QA 請問你現在買DMOSAN會送手演戰嗎 這樣你看這張舞步之後他會給你錢嗎 不會 對 你給他們擺QA 我寫的是誰 那個FVQA是誰 呃木木之底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的影片 FVQ 你給他們擺QA DMOSAN的老闆是誰 我 跟你 你給他們擺QA 可以不要夜睡嗎 跟黑馬他們一樣講歷史 第一個 第一個呢 我們根本沒有收錢 第二個 你以為我會說 這個超值旅行套裝非常的好用嗎 我是絕對不會這樣說的 200QA 讓DMOSAN高層員工歌唱歌嗎 好 快點 真是動物 真是動物 要來幹嘛呢 200QA 可以上字幕嗎 呃我們有要準備要上字幕嗎 我們現在就來打給他 看他可不可以幫我們上字幕 等一下 他手機是在隔壁講的 他討厭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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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幹笑死 郭怡婷 接電話 繼續拍拍 接電話 叫郭怡婷 好大耶 不會吃喔 好大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上字幕 蛤 幫我們團隊上字幕 為什麼要幫你們團隊上字幕 我可以給你1.5倍的薪水 好啊 好 就這樣 200QA 電風扇 最初想帶給觀眾什麼樣的影片 呃 就是一些廢片 就是 會讓大家 廢到笑的那種 200QA 呃 選了電風扇200萬訂閱之後 會有什麼打算 真的太簡單了 但是全盡 300萬訂閱 C M.O.C 你給我們擺QA M.O.C 你給我們擺QA 你給我們擺QA M.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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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C